阿文课堂 刚刚诞生到这个世界的猫咪没有办法维持正常的温度 体温大约是在35到36摄氏度 而成年猫咪的正常温度是在38到39度 所以我们需要将环境温度控制在猫咪的适应温度 温度范围是29到32摄氏度 我们可以通过暖宝宝 保温灯 电热毯三方面来给猫咪取暖 准备一个纸箱 纸箱要一定的高度 防止小猫爬出来 一条毛巾 一张尿垫 选择在一个无风 温暖 干燥的环境中 尽量减少猫咪对环境的压力 让猫咪感觉到舒心 不紧张 很多人会觉得国外的猫咪比较黏人 性格比较好 而国内猫咪性格比较差 爱咬人 其实一方面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科学意识起步较稳 而另一方面原因是猫咪的社交化年龄太稳 与陌生人接触会比较敏感 用猫最好的食物是母猫的母乳 尤其是新生的小猫 首先应当摄取母猫的出乳 而出乳是猫妈妈第一次生产所分泌的乳汁 出乳中含有丰富的免疫球蛋白 矿物质和蛋白质 并且小奶猫自身的免疫机制还没有形成 而出乳是小奶猫获取被动免疫的唯一来源 可以帮助小奶猫在未来的40天 对疾病有一定的抵抗力 母乳中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 其中猫的母乳里含有40%的脂肪 36的蛋白质 19的乳糖 5的矿物质 猫咪的母乳里脂肪含量最高 其次是蛋白质 然后是乳糖 那么如果没有母乳 有其他代入品的选择吗 牛奶的营养中含有29%的脂肪 26的蛋白质 39的乳糖 6的矿物质 而牛奶营养中乳糖含量高达39% 含量过高 因此一些脂肢较弱的猫咪 会出现乳糖不耐受的情况 表现为腹泻精神差 而羊奶中含有33%的脂肪 27的蛋白质 34的乳糖 6的矿物质 因此如果没有母乳 我们可以选择市面上的宠物羊奶粉 用温水按合适的比例冲泡 温度最好保持于母乳相当的温度 1月0以下没有断奶的猫咪 如果猫妈不在身边 需要主人刺激幽猫排便 喂食一段时间后 用棉签占取温水 在猫咪的菊花周围来回滚动 这时幽猫的便便就会粘在棉签上了 小便也是如此 不建议使用猫砂 幽猫年纪太小 猫砂会阻塞菊花 1月0以后的猫咪就可以使用猫砂 进行排便排尿 关于幽猫的喂养呢 这里有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第一点 牛奶并不是理想的喂养品 大多数宠物都有入糖不耐受的情况 幼年动物吃了容易出现 营养不良 嘔吐腹泻等问题 大部分新生小奶猫 可以按照每100克体重 喂食量3毫升的标准 每2小时喂一次 可以选用宠物专用奶瓶 或者去除针头的注射器进行喂食 不可以过多 否则会发生呕吐 另外水分也要及时供应 最后喂食的时候 将小猫的头部轻轻抬起 让猫咪的爪尽着地 或者环抱于生前 让猫咪不至于悬空 防止吸入空气或者喷奶 以上就是有关用猫喂养的全部内容 你记住了吗 欢迎关注阿文课堂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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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